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沉睡的巨龍終於要甦醒 中美科技戰目前已經進入到白熱化階段 特朗普在較早前宣布封殺騰訊旗下的微信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之上 發言人趙立堅又再戰狼上身 到底他是怎樣回應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趙立堅以非常強硬的措辭 去回應美方封殺微信這個舉動 他就說到 說美國一些政客的眼裡 所謂的國家安全 不過是美式雙重標準的代名詞 他們打著國家安全的房子 濫用國家力量 無理打壓非美國企業的海盜行為 已經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消費者和企業權益 造成損害 必將遭受到國際社會的反對和抵制 他還強調 有很多中國人都已經表明 如果美國是這麼微信 蘋果手機都可以不用 真厲害 這波真是亮劍 制出了抵制蘋果這個招數 當然他現在是暗示 他引述很多中國人表明 不是他表明 但是已經發放了一個很強烈的訊號給美國 不過 較早前 已經有一個記者 不識趣地去問特朗普 若然蘋果的手機在大陸租到抵制 怎麼辦 特朗普說任由他 所以這一招已經是 未使出來 就已經被特朗普廢了武功了 哈哈哈哈 好了 而且你說到抵制蘋果 究竟哪一個受到的損害會更大呢 如果大陸政府真的做到這麼絕 禁止所有蘋果的產品在大陸銷售的話 對於蘋果來說 當然會構成很大的傷害 是因為他會失去一個官方的銷售渠道 而且失去了整個中國的市場份額 他會賺少了很多 但我不相信他沒有中國的市場會虧錢 好了 但是 仲然這樣也好 就不代表中國的人 不會再買蘋果的產品 大家記不記得 在iPhone正式打入中國市場以前 其實 香港一直都是第一批iPhone發售的地方 當時香港 在五六年前 又有一個奇景 這個奇景就是旺角的鮮達商場 成為了蘋果產品的黑市市場 很多人在香港大手地買入iPhone iPad 買來做甚麼呢 就買來去鮮達那裏放 鮮達那些人買來之後 就運回到大陸那些樹 再去炒賣 這個正正構成了一個黑市市場 當時iPhone不是在大陸手賣的 甚至乎更早期的時候 根本上在大陸都沒有蘋果店 在那時候 大陸人如果要買這些蘋果產品 很大程度上都是要依賴香港來轉口 轉口回去當然了 鮮達的店主又賺一筆 螞蟻搬家那些人又賺一筆 然後運回到大陸的莊家又賺一筆 後來蘋果直接打入中國市場 這個投機炒賣蘋果產品的歌 就沒得唱了 鮮達就是一片沉寂 若然大陸又說要抵制蘋果不讓他賣的時候 我相信鮮達市場很快就會復甦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叫那些大陸人不要買蘋果的產品 那些人會不會聽才行呢? 大陸的人都是人來的 都是消費者 你叫他去用六七千元人民幣 去買中國製造的旗艦智能手機好 還是叫他多補一兩千元去買蘋果手機好呢? 作為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他一定會懂得抉擇 所以這些東西一定是禁不絕的 而且我們看回中國的近代歷史 經常說要抵制日課 抵制什麼課 抵制物課 近這個世紀 有沒有哪一波是成功過的? 如果有的 你在留言告訴我 我又沽漏寡聞 根據我所學習的歷史當中 沒有一波是成功的 每次都是半桶水 不斷叫口號 水過鴨杯 隔兩天就忘記了 那些民族主義情緒 根本是抵制不住 作為一個消費者的理性選擇 叫口號 叫人也會叫人 但叫這幫人 真金白銀去買一些 中國製造的產品 他們捨不捨得買才行 這就是中國人的通病 經常說一套做一套 很難做到知行合一 那什麼時候可以做到知行合一呢? 就是當軍貧的時候 沒有錢的時候 根本買不起的時候 大家都買不到 那是被迫抵制 那是被動抵制 不是主動 你說這個改革開放之前 文化大革命的時期 吃都不夠吃的時候 抵制成功 抵制日課抵制美課 那時候買不起 浪費了 在大陸真正抵制蘋果之前 其實蘋果已經開始有所動靜 比如說 他們已經把他們的 低階iPhone SE的生產線 遷移到印度 而今年開始製造的iPhone SE 當你買的時候 有可能已經是Made in India 除此之外 富士康也在盤算 究竟要不要把他們其中一條iPhone生產線 遷移到墨西哥的時候 貪墨西哥是什麼? 第一 工資成本是夠低 第二 生產技術已經成熟 因為富士康其實在墨西哥 已經投資了很多生產線 不過這些生產線 全部都不是生產智能手機的 是生產其他電子產品的 好了 現在 富士康就想借勢 把生產線遷移到墨西哥的樹 因為免得煩 只要他遷移過去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抽離於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爭拗 好了 在大陸未曾抵制蘋果的時候 蘋果就已經開始有這些動靜了 若然大陸真的要宣佈抵制 蘋果肯定只會把這些行為加速 不會減慢 不會把生產線反而回流到中國 難道在邏輯上也說不通 如果大陸真的要抵制蘋果產品 究竟對哪一方的傷害多些 哪一個國家會損失一些就業機會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另外 昨天 南華早報訪問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前顧問李道愧 他認為 美國會持續加強制裁華為 以壓制中國的科技進步機會 但是完全切斷中國芯片的供應將會是核損項 並且會可能擾亂到中國的經濟 此舉就相當於在糧食上和中國人民作對 即是以他的角度 斷你這個芯片的供應 就等同於斷你糧食供應沒有分別 他還說 在美國切斷中國取得芯片供應的前提之下 中國也應該將藥物作為報復美國的武器 他提供了一個數據 說維生素和抗生素 分別有超過九成的原材料 是中國製造的 而美國在短期內 肯定是無法生產的 如果美國敢於使用一些骯髒手段的話 中國也有限制藥物出口這個對策 他所說的什麼骯髒手段呢 就是中資銀行有可能被排除 在所謂Swift Code的聯繫當中 他就說美國可能會借此去打擊中國 首先來說 我們看到大陸其實可用的反制措施不多 因為當美國出到金融核選項的時候 這個人行的前顧問 都只是提出以藥物作為反制 首先來說 藥物 美國一定會有一定的存貨 不會說今天用完明天就沒有 可能大概有一至三個月的存貨 保守估計 這是很合理的估計 如果大陸真的斷供藥物的時候 美國可以怎樣做 第一 特朗普肯定就會馬上加快 將那些醫藥業的企業 叫他們回流回美國製造 這其實是特朗普的政綱之一 他也很想將這些藥廠搬回美國 因為這樣就不需要讓你再拿著一些把柄 其次來說 美國可以及時向印度求助 因為印度本身也是一個仿製藥的大國 印度醫藥業的技術不差到哪裡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質疑 其實印度生產的藥物 原材料有部分都是來自中國 我真的想質疑一下 難道中國連印度也斷絕了這個輸出 難道中國的藥物的原材料 全部積壓在倉庫上不賣 真的想搞這個內循環嗎? 不跟外國做生意嗎? 不跟外國做貿易嗎? 行不行呢? 不賺外匯行不行呢? 當然如果說要吃草這麼極端 就什麼都行 但是 人始終都是理性的 所以 如果真的用了人民銀行前顧問這一招 分分鐘只會加速中美脫鉤 而且會迫使美國的藥廠回流 但是對於大陸有什麼益處呢? 可能短期之內 會令到美國的醫療系統 會出現一些波動的問題 但是長期來說 美國是很容易解決得到的 藥物製造其實很簡單 只要有原材料就完成了 醫藥業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哪裡? 就是中國最不重視的 研究開發 R&D 所以 你這一招 如果使得出來的時候 就等同於我認為 是拿石頭 砰自己的腳而已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